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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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石姐 哇 你今天好美好鲜啊 对啊 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 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宾客 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客户 要好好的招待 千万不要怠慢了 好 如果一会看到胡总来了 你们要亲自招待一下 他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 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的 好的 放心吧 嗯 好 好的 辛苦你们了 没事 拜拜 嘉诚为什么还没有来 他到底会不会出现 对 易小姐 谢谢 嘉诚 你终于出现了 这一天终于被我等来了 好 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我 没事吧 别看了 只能让自己难受 一切都会有转机的 易小姐 你好 相信时间 相信天意 石姐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没听佩哥哥说起来啊 我是才回来不久 哎呀 当时你走得那么匆忙 连告个别都没有 也是没想到 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彻底失去联系了 微博都不更新了 当时我担心你会很恨我 所以 我现在也恨你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还计较这个呀 真是奇怪啊 我怎么看到你 觉得莫名的很亲切 想恨都恨不起来 怎么样 还好吗 我现在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华裔酒店旗下 安瑜酒店的创始人兼总裁 真的吗 不是你那么惊讶干什么 我欧洲学的可是酒店管理 好歹也算是个专业人是吧 那有没有新的感情 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呀 谁让我这么优秀 都没人敢追我 你该不会是 你该不会是想要问我 是不是还爱着佩哥哥吧 爱 逗你的 这种爱不一样 再说了 我现在没有新的恋情 不代表说我还在等他吧 都经历这么多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决定 认真地去等一个 真正值得我爱的人 放心吧 我不会是你们俩的阻碍的 你们俩进展怎么样 我们俩 我可是听说佩哥哥一有空 就往伦敦跑啊 伦敦的人民快烦死他了吧 不对啊 你回来 你怎么不去易茂帮佩哥哥 你跑来美达上班 你什么道理啊 不会吧 这个时候停电 什么情况啊 我试配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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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ρχ 二十首情世 和一首绝望的歌 我也在掌这本 我不知是如何爱上你 也不知何时或何地 好看吗 好看吗 很漂亮 自从我们两个在一起啊 就没有正儿八经地送过你礼物 这算是送你的第一个礼物 漂亮吗 嗯 喜欢吗 好喜欢哦 下次传给我看 嗯 这条裙子果然是挺适合你的 今天刚刚第一次穿 尺寸刚刚好 终于有机会穿上它了 你眼光很准 你喜欢就好 师姐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没听小胚提起过 刚回来没多久 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这小胚呀 跟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什么都不说 就有一个劲儿地往伦敦跑 易总对我和妈妈在英国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他 阿姨的病情怎么样了 彻底好了吗 他正在英国学英语呢 还交了一个 英国男朋友 没想到阿姨去了那边 性格也变开朗了 他可不是以前你认识的那个他了 罗总来了 我过去打个招呼 适配一下 那我先走了 时机 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是吗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吧 你走这段时间 我迷上了登山 喜欢工作闲暇至于到处跑步 灵狐也是你在登山的时候 得到了创意和灵感吗 你还知道灵狐啊 我在网上 看到过灵狐的概念图 很棒的创意 我很喜欢 谢谢 我看新闻了 灵鸟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灵鸟一定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我没有骗你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为你高兴 你这次回来还走过 去英国 也是为了给妈妈治病 从来没有想过要在那边久留 那边没有我的家 也没有我牵挂的人 也没有我牵挂的人 他对你好吗 那你呢 嘉诚 可以上车了 师姐 你要搭车吗 不用了 我自己搭车回去 好吧 这样吧 我们还是送送你吧 就你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真的不用 再见 这不是我要的归位 这不是属于我们俩的相遇 这不是属于我们俩的相遇 我们的相遇里没有其他人 嘉诚也不会就这么离开 难道我真的白白等了四年 难道我等来的归位 真的只是一场空吗 对不起 我没告诉你 是有原因的 回来多久了 两个月吧 回来 你不告诉我 说明你不信任我 而且 你没有选择回衣帽上班 是选择了其他的公司 你是在刻意夺我吗 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回来 又去别的广告公司上班 说实话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刻意安排的 因为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只能等待时间归位 所以我又按照原本的轨迹 再重新来一遍 起码我希望在我自身问题上 我可以尽可能地去接近未来 现在如你所愿了 你见过叶嘉诚了 然后呢 我并不知道然后 但嘉诚他确实出现在了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酒会上面 时间地点都对 而且他没有搬家 他还是住在那个老房里面 手机也已经用回了未来 那个手机号码 所以 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日子 已经又开始重复发生了 时间给了你第二次机会 就是让你去违背它 反抗它 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太多的反抗和违背 而我现在只是想要还原我原本应该有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或许你真的不能理解 但就算是再重复一百次 我依然还是现在这个世界 你知道有多少人 渴望有第二次选择 来成就不一样的自己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 都成了笑话 易董事长 身体怎么样 还好吗 那 你妈妈回来了吗 如果你可以回到三十年前 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 或许 你就不会选择跟你外公回来 而是会选择留在你母亲的身边 但 这就不会是现在的一配了 我不需要这种假设 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这么选择 你现在会是谁 没有告诉你我要回来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但我 又怎么可能不把你当朋友呢 你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好了 既然你要 选择重复自己的人生 我成全你 在你原本的那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陌生人 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对我的了解 只局限于 杂志的层面上 我希望你 你的时间 和你期待的人 如愿回归 我如果想要你 和你生人的身边 有什么事 我会想要你 在你的身边 你会想要你 我会想要你 再来 打球一定很辛苦吧 我这里 正好有松露巧克力 本来是想买 你最喜欢的手工特制的 可是附件都没有 但你可以尝尝这个 你一定会喜欢的 六年前的事情 我竟然还记得 这家店终于开了 太好了 就算嘉诚不喜欢吃甜食 也没关系 我现在可以买给自己吃 我说 路没有尽头 转过身之后 就不要再回头 我说 我还在守候 下雨的时候 是我亲吻你的耳朵 心疼你哭 谁能听着 你眼里无声的荒芜 黑夜孤独 谁来保护 怕你转夜 醒着 无助 你怎么知道 新开了这家餐厅呢 我们第一次约会 你挑的地方呀 我是听朋友介绍的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 一直很想来 没有机会 对了 我记得你之前说 这个很好吃对吗 我记得你不爱吃甜食 我还是不太喜欢 这是给你的 这个真的不太甜 要不要尝一个 好 好 很好吃 好吃吗 好好吃啊 在哪里买的 我告诉你 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我哪有那本事 那 要是吃完了怎么办 吃完了 吃完了 我再给你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这个电话号码的秘密呢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啊 因为 我说过我是动心未来的 那我当然就会知道 五年之后 你会用什么手机号码 不过你就当我是开玩笑的好了 其实我当时 因要你来相信 我说的这些无稽之谈 也真的挺好笑的 你知道吗 灵尿真的在你当年 给我指的那个位置 见起来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我在新闻上看到 我也很高兴 时间终于回来了 你是想说 时间终于回来了吗 你走了四年 今天能再见到你 我很开心 不好意思 这个电话我得接一下 喂 嘉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和四年前不一样 以后我曾经第一次认识的他 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 就等了 公司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没有 只是 清零二期的项目正在融资 那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情 我不想讨论这些了 你 我听说易总经常飞在伦敦 你跟他还好吧 我 对了 你回来国内以后 你回来国内以后 怎么没有直接去医忙上班 你一下子问了两个问题 我怕第一个问题会让我失望 我和易总就是朋友 他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我一定会回公司帮他 但目前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你可以从事业上考虑 一茂不是应该比美搭更有发展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易东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出来开事务所吗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不了工作的事情 那要不要点一点吃的 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 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 我们去佳心吧 你多久没去佳心了 自己走后 不知道为什么 你坐在我面前 我感觉佳心的味道就在我嘴边 走吧 可是佳心已经关门了 真不记得上一次来 是什么时候了 我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我们第一次约会 从餐厅出来后 一直散步聊天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走到两个人又饿了 佳成就带我来佳心吃夜宵 佳心生意很好 半夜也有很多客人 可是现在 虽然我们还是来了 却是大门紧锁 我知道 想要真正地再重复一次 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当初的我了 佳成 也不是我第一次遇见的叶佳成了 那个自信明朗的一百块先生 难道已经被改变了吗 你有没有喜欢上别人 家里那篇千禧行 长得非常好 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 叶佳成 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萧总告诉我说 说你到现在还是拒绝见面是吧 清零二期的资金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叶总 我负责的是公司项目设计上的把关 荣资的事情我真的不想介入 你真的是想做一辈子建筑师吗 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现在不是建筑师 不是公司的普通职员 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 你站在什么高度 你就得干什么样的事情 你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利益 是捆绑在一块的 你不干也得干 这个合同我们不跟他们签 他们就真的不跟我们合作了吗 那么多的融资信托公司 我们随便再找一家不就行了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傻啊 萧总是我已经马好的关系 而且他比你聪明一点就通 你呢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写的数额不够明确 在协议上没有体现出来 我一直拿你当我自己人 所以好多事情没有明说 既然现在你觉得亲兄弟 必须得明算账的话 好 那你告诉我 那百分之八十 你需要多少 易总 这笔资金如果用在公司的项目 选材上 其实可以选择更好的材料 行了 你别跟我扯内心 什么 什么材料不材料的 你是没拿到过 你不知道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我拿你当自己人 信任你才让你去 心上现在只有你的名字 你把百分之八十全拿走了 我也无话可说 对不对 你说我对你有多信任 你现在赶紧去把合同给签了 等资金一到位 咱们有更多的缝可以钻 你只要好好地跟我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以前每件事的新鸽 是我嘉诚 师姐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其实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 刚刚在门口听你们把话说完了 刚才的对话你都听到了 所以 现在投资的事情你也会管吗 好像这件事情 跟设计没有什么关系 你来找我是有事情吧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来得不是时候 你问我想不想去看看 你家天台上的职务 我正好下班早 没事情 所以就 没有打账户过来 想碰碰运气 稍等我一下 喂 艾米 你帮我看一下晚上的工作安排 设计部那边还在开会 说等你过去确认 但是我刚刚问过了 可能会开到半夜 要不你先提前帮他们定好一点的晚餐吧 否则他们又用泡面糊弄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或者有新的进展 你提前给我手机打电话 好的 拜拜 走吧 我先给你回去 一会儿我还得过来 对了 家里连个喝的都没有 我先出去买点 你先进去吧 马上回来 我先进去吧 你先进去吧 我先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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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诚现在明明可以搬到更好的公寓里去住 但他却还留在这栋老房子里 刚刚他和易青东的谈话让我很不安 难道嘉诚真的要参与到他们刚刚提到的江伊丽吗 感谢观看 你都看到了 他们两个就一直住在那个书架上 我看到了灵狐的奖杯 在灵狐作品得奖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设计过其他的设计作品了 他们长得真好啊 我经常想起他们 我还一直担心你因为太忙没时间照顾他们呢 是啊 他们现在仿佛在对我说把他们照顾好 远比我正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你现在已经不参与做设计了吗 也参与啊 只是没有那么经常而已 公司设计部新建了几个设计师挺让我放心的 所以他们进来以后 我就不经常参与具体项目的讨论了 可是你更喜欢做设计啊 我太了解你了 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心 你才会更有成就感 如果这是四年前 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 成经院刚刚毕业的那个新进设计师了 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 那你的初心呢 你忘了你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做建筑师吗 可不可以不要成为易青东那样的人 我不希望看到你变成他那样 你不会 ba b b 你不会ha b b 我的那些年之争 给你把设计益 설计整 不要乱再做 可以不让你 我给你 或者ا我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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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我今天喝的第三杯了 还是感觉累 没想到 医忙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最近公司医院两边跑 幸好你来了 我才出来透口气 趁姐好好休息休息吧 肩膀能借我靠一下吗 我一直都想跟你好好聊聊 但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没有时间 可是现在要是不说 我怕晚了 你应该明白我是怎么对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 可是时简现在回来了 我坦白地告诉你 我心里压力特别大 如果你想离开易东的话 不想跟我哥合作 那你就离开 不用顾及我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支持你的梦想 如果 你有想出过深造的想法 我们可以去国外生活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我对你的想法 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长篇大论地 一一告诉你 我对你所有的情感 但是我知道 你应该明白 我不需要你现在给我答案 但是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邀请 下号打给我 下号打给我 易总 怎么开到这里来了 张凯约的你 她也是怕你崩得太紧 心情不好 所以让你来这儿透透气 最近可能是对她太过纵容 她以为把你约过来 我心情就能好了吗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就算你把我当成陌生人 我也没有办法不把你当朋友 董事长情况稳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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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度过了危险期 暂时度过了危险期 不过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那股东大会的事情 进行得还顺利吗 进行得还顺利吗 我回医毛户来帮你吧 我回医毛户来帮你吧 现在正是医毛和你最需要人的时候 虽然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大忙 但起码我可以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不需要 这种时候 可不可以收起你那一点点傲娇呢 作为狮子座的属性 可不可以不要都用到我身上 如果你是为了帮我 那就更没有必要 如你所说 你帮不上什么大忙 反而会添乱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不会和你较真 况且 之前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忙 现在 是时候该我来回报你了 我巴不得你欠我一辈子呢 还不上 我就永远是你的债主 医毛现在大局未定 前途未卜 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把你拖下水呢 你那个 时间归位的计划 进行得怎么样了 正好相反 好像一切都在朝着反方向 越来越坏地发展着 叶嘉诚 把我小姨功课了 这么多年 他和易比尔 真的没有在一起吗 我还以为他们 你不用以为 叶嘉诚的心理 肯定有你 要不然 凭我小姨那么优越的条件 他为什么要耗这么多年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你真的这么以为吗 你回来了 我小姨紧张 怕你跟叶嘉诚重归于好 所以火力全开 我并不知道他和易比亚 有没有真的在一起 而且 这个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那问题在哪呢 我以为 只要让时间 和未来的记忆归位 一切 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 是未来那个 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不断去打拼的嘉诚 可现在这个好像不是 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那我问你 你爱的 是你记忆当中那个叶嘉诚 还是现在这个叶嘉诚 我的爱至今 没有复杂 也并不骄傲 我爱你 因为我不知道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如果我都不是我了 你跟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可是你迟早都会成功的 这些我都是见证过的 你信我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所谓的未来 我受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这一切 甚至不可能会发生 如果我没有离开诚间院 如果你没有喜欢杀我 说不定 我们两个还在自己 不同的人生轨迹上 我太了解你了 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心 你才会更有成就感 如果这是四年前 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 诚间院刚刚毕业的 那个新进设计师了 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 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 那你的初心呢 世界不是停止不动的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时间都不是未来那个时间 你为什么要求 现在的叶嘉诚 要变回未来的叶嘉诚呢 确实是 连我都已经不是原本的我了 嘉诚 又怎么会是原本的嘉诚呢 所以 又是我再一次的一厢请约了 是不是 你这一次 比上一次醒悟得要快 行了 不说我 也不说你的烦心事 咱们两个 安安静静地 我们就在这儿待一会儿 也挺好 她终于睡着了 多亏了你 易总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说多了他就发脾气 你多绕几圈吧 我生怕我下车一动又把他给吵醒了 师姐 你能回来 真好 我的确回来了 可我期待的那个世界 什么时候才能归位 你回来了 当年很久了 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呀 我想亲眼见到你 你那天说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那天是我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凭自己的想象去评判你 不能我认为你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就应该是你自己 其实你说的那些话 我也一直在考虑 我只是没有正面去面对 我就知道 你不会没有感觉的 可我不是为了那笔回扣在纠结 我知道 小姐你要知道 近五年的努力 我走到今天不容易 我不想这么轻易地放弃 我好不容易拾起的自信和骄傲 感觉我现在只要一松手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我不想失去这种成功的感觉 如果这是唯一通向成功的道路 那这样的成功不要也罢 总不能为了成功 而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底线吧 我可能的确离自己的轨迹 越走越远了 我不相信你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我更不相信你会成为 一青冬那样唯利是图的人 你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谢谢 谢谢你这么诚心地支持我 相信我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也没有人是不犯错的 但问题就在于知错难改 到底是果断放弃 还是固执下去 这不就是人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吗 答应我 不要为了那些所谓的成功 就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好不好 你认为我到这儿来不止是来看风景的吧 我真的为了 我可知道一毛现在情况危机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添麻烦 但是有些话 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清楚 丽雅 我希望我们俩能够做朋友 那种彼此依靠 彼此信任的朋友 可这个朋友不能再进一步吗 是因为时间吗 原本我以为她走了 只要我通过我默默的努力 爱情的天明 你总会倾向我这一遍 可是久会那天 师姐她突然出现了 我看你看她的眼神 那一刻我就明白 我这么多年 积攒出来的希望 时间就没用了 不要 已经做好决定要跟她在一起了是吗 我觉得人生对我太残酷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你的存在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才会有安全感 我才可以放松 我才可以 放下那份伪装的坚强 是你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 你都忘了吗 你曾经说 我很像一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其实就是你的前男友对吗 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慢慢相处 多少次我都听你下意识地提起她 其实她在你心中根本就没有被忘却对吗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前男友了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前男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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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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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吹 我 你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对小情侣 然后男生拿着气球 在向女生求婚 记得 我也想要气球 这是我今天最后的一个愿望 所以可以实现吗 好啊 那你等等我 来 谢谢啊 再见 嘉诚 我约你出来 最后还任性地让你去找气球 自己却偷偷在加信给你写了这封信 加成 见字如面 原谅我没有当面跟你告别 这封信 是当时的我写给四年后的你 也就是现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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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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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好意思啊 那么唐突地约你见面 这好像是我们认识以来 第一次单独见面吧 好像还真是这样 是不是在你心里一直对我有敌意 害怕我抢走嘉诚 是吗 其实在易小姐心里面 我应该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形象吧 对了 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嘉诚离开一栋地产了 是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促使他离开易东地产的最大动力 其实 我只是希望嘉诚 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不想看到他的才华和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 我也没有想到易东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更没有想到嘉诚会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梦想 可能原本就不应该让他进易东吧 不是一路人迟早也会分道扬镳 对吧 可是是你挽救了他的灵鸟 灵鸟在他的心中非常重要 其实我是一直想要找机会好好感谢你的 你以什么身份谢我呀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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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对嘉诚的好感 这一点你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你这次回来 的确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知道他心中一直有你 不瞒你说吧 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我 跟你说这些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想得到你的同情 根本有什么目的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 你还爱嘉诚吗 你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当然 好 那我就放心了 不管他是否理解我对他的情感 也不管他是否拒绝过我 但是在我心里呢 除了我的家人 他是我最在乎的一个人 我希望他能得到幸福 我也相信你能给他幸福 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我觉得他 少了那么一点追求幸福和自信的勇气 所以我想帮他一半 即使作为一个普通人 听完易小姐的话 也会被深深打动呢 那我把这话告诉叶嘉诚 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其实这几年在国外 我也想了很多 幸福和顺利 未必可以让一个人成长 但反过来 如果是经历 挫折 甚至是痛苦 却可以让一个人快速地成长 而这些年我跟嘉诚 我们各自都有了各自的经历 和体验 所以这次回来 我其实并不是想要极致求一个结果 而是 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更成熟 更理智的方式 去面对 属于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冲动 自以为是 或者 急于求成 我还是希望这一切 都可以由嘉诚自己来选择 和完成 而不再是去强求 所以 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和命运去安排我们的未来 对 这样不是很好吗 由嘉诚 见字如面 原谅我没有当面跟你告别 我怕自己没有这个勇气 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会 看到这封信 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看到 如果你看到 请你相信 我以十二分的真心 告诉你后面的话 还记得我告诉你 我看得见我们的未来吗 还记得 我刚刚跟你说过 天美家园那完美的一家人吗 我说 路没有尽头 转过身之后 就不要再回头 我说 我还在守候 下雨的时候 是我亲吻你的耳朵 你在哪儿 谁能停止 你眼里无声的荒芜 黑夜孤独 谁来抱在你面前 怕你整夜 心却不忽衷 没有月光的天空 握紧我双手 带给你 全部的温柔 用星辰的闪烁 跨越的时空 给你我能给的所有 如果我知道 时间会放手 有些话 才说不足够 如果我能感动 微笑的面容 舍你藏背后的伤口 却无法回头 却无法回头 我说不尽的痛 我说 路没有尽头 转过旋 转过旋之后 就不要再回头 心疼你哭 谁能停止 你眼里无声的荒芜 黑夜孤独 谁来保护 和你转夜 心却无助 没有月光的天空 握紧我双手 带给你 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的 最懂一的那个人 可是直到一般来 找过我之后 我才发现我错了 有些话再说 路纯空 我以后不会再给我 自己偷懒的机会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 我一定会紧紧地 握着你的手 不再松开 你知道这四年里面 我有多想你吗 我错了 这统统的一切 都是我的错 可是你只要说三个字 我就可以全部原谅你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这个 对不起 不是这个 小姐 我一定会用未来来补偿你 补偿你我缺失的那思念时间 未来是多久 一百块定金我都收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付全款 把一辈子的时间作为全款付给你够不够 我和嘉诚的人生 也许从此就能归位了吧 你好 妈妈 你这几天干嘛去了 怎么都没有跟你视频上呀 小姐 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 昨天 妈跟史蒂夫去市政厅登记结婚了 天哪 这么快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要不然我还可以飞过去做你伴娘呢 是啊 妈也觉得这是不是一时冲动啊 不顾小姐 你说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需要一时冲动的是不是啊 你别怪妈妈 行吗 不过妈妈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快说 方姨 好久不见 是啊 是啊 嘉诚 你好 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妈妈 我跟嘉诚又在一起了 真的 你跟小姐能在一起 我真是太高兴了 两个相爱的人能在一起 真是太好了 阿姨 等我们料理好手头的事情 就去英国看您 嗯 阿姨在这儿 等你们 高雁飞啊 天天在家里陪到老婆 你呢 又不想跟我玩 我是不是得培养一个新的对手啊 真的吗 对啊 我听高雁飞说啊 她好像 有一个 朋友啊 是吧 那个朋友呢 球打得好 又长得漂亮 叫什么名字啊 真的吗 嗯 嗯 为了要奖励你今天 专心苦练 咱们去加薪 好好地犒劳犒劳你 我请客 今天我做给你吃好不好 我的厨艺 可是你亲自教我的 我教的 在未来世界里面 你手把手教我的 手把手 就像现在这样 又是未来啊 好 那我考考你 在未来 我都有什么拿手好猜 红烧豆腐 鱼香肉丝 还有清真带鱼 我跟你说过这些吗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 我是从未来过来的 你还不相信 现在可以信了吧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说梦话让你给听到了 不相信拉倒 宝贝 我爱你 那不是陈子松吗 那小男朋友 你等一下我打给她 你等一下我打给她 喂 喂 彩彩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刚从公司出来呢 怎么了 你最近跟陈子松怎么样啊 我们挺好的呀 她来接我下班 我们俩正准备一起回家呢 她在接你下班 你再轻一下 她现在在你旁边吗 对啊 她在我旁边呢 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没事 没事 就是忽然想你了 改天一起吃饭 好玩 好玩 那拜拜啊 嗯 拜拜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我应该跟她说实话的 我不想让她一个人蒙在屋里 赖巧的回答你也听到了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其实你这样插手 并不好 赖巧也不一定会买你的账 不是吗 再说了 她有可能其实早已经知道了 真的吗 那她干吗在电话里跟你撒谎啊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她的婚姻 因为在未来世界里面 程子松上台很深的 我知道 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俏俏好 但是就像你之前说过的 幸福和顺利不会让一个人成长 改变和不幸才会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天注定的 那你也不能做什么 该发生的仍然会发生 该经历的还是要去经历 不是吗 我只是不想她 不想她这么被骗 好了 走吧 欢迎光临 谢谢你们 我们的请柬 里面请 谢谢你们 好好看啊 好好看 嗯 一万小姨 佩哥哥 给我面子啊 你亲自送的青铁怎么赶不来呢 听说华姨帮助了我们姨妈 感谢你啊 见外了吧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你说感谢的话 那就真的见外了 好漂亮啊 你们先随意看吧 我先招呼着 好 那你忙你的 好的好的 好好看啊 嗯 哈喽 文文 给我的啊 恭喜你 文文 画廊开幕 我看应该是我 恭喜你们俩才对吧 什么情况啊你们 这是复合呢 还是二次恋爱啊 怎么说都可以 反正人是我的了 使俭可以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这叶嘉诚 还是跳进你的碗里了 所以 已经打封你说的怪圈 之前那什么联盟 应该解散了吧 谢谢你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太清楚 谢谢你 可能是上辈子欠你的 这辈子想尽办法来偿还 下辈子 我们还是做好朋友 不要 惨了点 我对色彩 我对色彩就不要说了 你看这个 这个色彩也不很有意思啊 是啊 你看看这里 来了 这个颜色 碧亚 谢谢你 应该道谢的人是我 要不得那天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到现在还在自己骗自己呢 我已经决定和时间重新开始了 希望你也可以 可以在自己的感情问题上 迈出新的一步 当然 你们两个必须幸福 因为只有你们幸福 才会给我最大的鼓励 我会一直往前看 不再慕容回首 你 一配 来 先生 先生 你干吗的 滚开 来 先生 多么意思 你不能进去 你给我出来 你不能进去 先生 弯泽那边 我没办法退出 也不可能退出 否则我会很麻烦 合同是你自己签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 一佩 你别忘了你还姓易 你还是易家的人 你非得把你亲舅舅 逼得走投无路了 你才善罢甘休是吗 你现在知道自己姓易了 那你答应万泽集团条件的时候 怎么忘了呢 我只希望你能明白一点 我和你没有个人恩怨 像你所说的我们都姓易 我只是要维护易貌 我没有针对过你 漂亮话谁不会说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当初我爸真不该 把你从香港带回来 应该让你和你那个 没人要的老妈子 在香港饿死才好 小佩 小佩 今天是门门的画展开幕 别跟他一般见识 哥 你别耍无赖了好不好 我耍什么无赖 是我耍无赖 还是他玩音的 到这个时候 你还帮他说话是不是 好 你们现在是一伙的 走着瞧 我不会让你们的诡计得逞的 上来吧 上来吧 嗯 要带我去哪里啊 去哪儿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给你个惊喜 还跟我玩神秘 我喜欢 走 走 怎么样 喜欢吗 是不是都要喜欢你说不出话了 好希望 现在这个时刻能够永远凝固 永远不会被改变 你放心吧 我会把我们以后未来日子里的每一天 都变得像现在这么幸福 嘉诚 嗯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想 建一栋建筑师事物大楼 真的吗 嗯 你想好了 当然 那 告诉你个秘密啊 其实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三个字母 S.V.A. 所以这是C.V.A. 所以这是C.V.A. 是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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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V.A.